台湾空军当前正遭遇战机服役期满的严峻挑战 战机换代的时机尤为关键 任何拖延都可能削弱空防力量 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 在此紧要关头 美国军火商主动示好 提供了高性能战斗机的解决方案 为台湾军方高层带来了一线希望 台湾空军依赖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 执行高空高速拦截任务 但这款机型已服役超过20年 老化问题略意凸显 为应对未来可能的威胁 台湾已着手实施F-16战斗机的升级计划 并订购了66架最新的F-16B型战斗机 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内完成交付 然而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外部因素导致法国零部件供应中断 影响了幻影2000的维护和升级进度 这令台湾方面深感忧虑 未来局势因此充满不确定性 尽管F-35战斗机已大规模生产 并广泛应用于美国空军及海军 但可以看出 海军的F-A-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依然是舰队空战的支柱 自F-14熊猫战斗机退役后 F-A-18便肩负其美国海军的核心战斗力 然而这款广受欢迎的战斗机 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与限制 特别是其作为战斗攻击机的设计初衷 在追求高速飞行性能方面有所妥协 尽管后续通过加装先进雷达和中程导弹 增强了多目标作战能力 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前辈F-14 但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 F-A-18系列仍有所保留 近日波音公司宣布 如果没有新的订单 在2025年底 为美国海军交付最后一批 F-A-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后 波音公司将关闭超级大黄蜂的生产线 这意味着已经推出近50年的大黄蜂家族 也即将走向历史舞台 超级大黄蜂的即将停产 对波音公司来说是一个关键抉择 该公司的注意力将放在T高T 7A红鹰高级教练机和KC46A空中加油机的产量上 但该公司仍将励志赢得美国海空军 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竞标 波音表示将在圣路易斯工厂内 供用更多的工人 并建造三个新设施 以支持第六代战斗机的生产 6月27日 美国波音公司宣布 已将首批两架FA-18EF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 升级到服役寿命改进Blog-3标准 并将其交付给美国海军 通过升级和交付全新飞机 超级大黄蜂机队将能飞行到2050年 然后被第六代F-AXX取代 今年3月17日 美国海军授予波音公司一份价值11 37亿美元的合同 生产17架Blog-3版本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延长战斗机的服役寿命 从6000小时延长至9000小时以上 同时融入重大技术改进 该计划还将战斗机升级到Blog-3标准 增强航空电子设备 改善网络连接和提高生存能力 目标适时战斗机现代化 使其在技术上保持竞争力 同时延长其服役期 实际上 这涉及一系列大修和新系统安装 不仅可以提高战斗性能 还可以提高飞机的维护和资源管理 确保其在未来几年的有效性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 台湾军方认识到 性能提升的不确定性 可能对防御任务造成威胁 因此开始探讨F-15与FA-18 作为潜在替代方案的可行性 双方已就多款机型进行了初步交流 包括即将退役 但已进行延寿升级的F-15C地形 F-15E攻击英 以及最新改进的FA-18EF超级大黄蜂 其中 后者以其优异的高空高速 拦截能力和广泛的作战半径 赢得了台湾方面的青睐 不过 美国方面则更倾向于推荐 F-18认为其与台湾自主研发的 IDF战斗机在零部件上存在共同性 有助于降低成本 且F-18在电子战与超市局打击方面表现出色 可携带不达10枚AIM-120空空导弹 高度匹配台湾的需求 尽管F-15在航程上具有优势 美军仍计划于航母上部署 F-35B与F-18的混合编队 旨在实现更加高效的协同作战能力 若台湾选择先行采购 F-A-18系列 未来亦有可能纳入F-35 以进一步提升协同作战的潜力 F-A-18系列 以其兼顾耐用的齐落架设计文明 尤其擅长短距起降 且在设计时便注重成本控制与维护的便捷性 作为双发战斗机 F-A-18的运营成本 虽略高于单发的F-16 但远低于F-15的每小时21000美元 其中F-A-18EF型号的操作成本 约为11000美元 展现出显著的性价比 对于台湾空军而言 F-A-18超级大黄蜂 无疑是贴合其需求的优选 在当前战机选择的舞台上 F-A-18XT无疑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这款波音公司的最新力作 旨在弥补现有型号之不足 全面提升整体作战能力 F-A-18XT的加入 将极大增强台湾空军的作战效能 为防御外部威胁 助起兼顾防线 该型号在传承经典设计的同时 实现了性能的革命性飞跃 尽管波音公司近年来 在美国军备竞标中遭遇不少挫折 如F-22 F-35项目 败于洛克希德 马丁 B-21项目 则被诺斯罗普 格鲁曼夺奎 但这并未削弱 F-A-18XT在台湾市场的竞争力 面对挑战 波音公司非但没有气馁 反而更加专注于 现有战机的升级之路 GF-15亿的成功推出 并获得国会支持后 波音又进于F-A-18 推出了F-A-18XT沉没风版本 此型号 不仅保留了超级大黄蜂的 经典气动布局 还在多个关键性能指标上 实现了显著提升 F-A-18XT的两大创新亮点 在于保型油箱的采用 与机翼外挂架的取消 转而采用封闭式武器吊舱设计 这些改进 直接针对美国海军 舰载机航程不足的问题 避免了外部油箱 对武器挂载能力的限制 同时也预示着 未来空中优势战机的发展方向 通过这些技术创新 F-A-18XT无需依赖额外加油机 即可显著提升作战效能力 然而 研发下一代舰载机的道路 并非坦途 首要难题在于 创新机体结构设计 以规避雷达探测 同时研发尖端隐身涂层技术 及降低飞行热信号等关键技术 美国海军的下一代 舰载机项目 深受内部装备发展策略影响 尤其是F-35C的采购决策过程 相较于空军已确定的 1170架F-35A订单 海军对F-35C的态度 显得更为审慎 甚至一度推迟决策 最终 海军决定采购260架F-35C 并同步增购F-18EF超级大黄蜂 以平衡成本与作战需求 F-18XT战机在设计上的首要革新 在于航程的大幅增强 通过引入宝型油箱技术 该机在不损害启动效率的同时 实现了航程的显著提升 且保持了机体的流线型设计 无需外挂油箱 这一设计使得FA-18XT 在携带两枚2000磅炸弹 及两枚M120中程导弹的条件下 作战半径从原先的1092公里 扩展至1350公里 极大的增强了战机的作战效能与灵活性 为台湾空军应对未来挑战 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 FA-18XT还针对超级大黄蜂 原有设计中意下挂架Y自行布局 导致的高速飞行阻力增加 及雷达反射面积扩大等问题进行了优化 采用封闭式武器舱设计 不仅有效减少了雷达信号特征 还降低了高速飞行时的空气阻力 这一创新对于提升制空拦截能力 具有重大意义 其设计理念不仅适用于三、四代战机 也为未来五代战机的设计提供了宝贵参考 例如 英国与波音公司的合作项目中 就为F-35梁深定制了 代引身吊舱的封闭式武器舱 每个舱门可挂在四枚AIM-120导弹 彻底摆脱了传统机翼外挂的束缚 FA-18XT还装备了性能更为强劲的F-414发动机 该发动机基于通用电器公司的F-404 与F-414技术深度研发 相较于F-404 其加力推力提升了24% 为近距空战提供了30%至40%的推力增幅 超音速飞行时亦能提升20%至30%的推力 确保了战机的卓越性能表现 经过波音公司21次精心试飞 FA-18XT的宝星油箱 工地式武器舱及隐身涂层 均得到了全密验证 这些革新使得FA-18XT的隐身效能 相较于传统超级大黄蜂提升了约50% 在电子战领域 FA-18XT同样表现出色 配备的球形导弹告警系统 与激光防御装置显著增强了其自我防护能力 而其机身下方的先进前式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与F-35同款的强大配置 能够在被动模式下精确探测 追踪并锁定各类目标 唯FA-18XT在对抗第五代战机时赢得了宝贵先机 其卓越的被动探测能力 尤其适用于应对隐形威胁 在升级过程中 FA-18XT还特别注重座舱与头盔显示系统的现代化改造 引入了一体化多功能显示屏 替代了复杂的传统仪表板 显著提升了飞行员的攻击精度与任务执行效率 同时搭载的新一代机载计算机与数据链系统 依托高效的方向性网络技术 实现了与其他战机的海量数据实时共享 与深度信息融合 不仅拓宽了战场视野 还增强了多平台协同作战的默契与效能 FA-18XT作为波音公司 对超级大黄蜂的全面升级之作 其性能已逐步逼近 甚至有望在某些维度上超越F-35C 此型号不仅保留了超级大黄蜂的经典设计精髓 更在多个关键性能指标上实现了显著提升 彰显出强大的综合战斗能力 首要亮点在于 FA-18XT的飞行寿命被大幅延长至6000小时 这一改进不仅延长了战机的服役周期 还显著减轻了后勤保障的压力 更长的飞行寿命 意味着战机能够更稳定 更持久地执行各类任务 从而提升空军的作战效能和战备水平 在航程扩展上 FA-18XT凭借宝型油箱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跃 相较于传统外挂油箱 该技术不仅保持了机体的流线型设计 降低了飞行阻力 还显著增加了作战半径 从原有的1092公里提升至1350公里 这一提升使得FA-18XT在战场上 拥有更广阔的覆盖范围 和更高的战术灵活性 能够更好的适应多样化的作战需求 在速度和火力层面 FA-18XT同样展现出对F-35C 及俄制苏-35等潜在对手的显著优势 其封闭式武器舱设计 减少了高速飞行时的空气阻力 提升了机动性和隐身性能 同时降低了雷达反射面积 增强了制空拦截能力 即便在挂在两枚2000磅炸弹 及两枚M120中程导弹的情况下 FA-18XT依然能保持卓越的飞行性能 充分展现其强大的火力输出能力 此外 FA-18XT还配备了先进的雷达系统 和电子战装备 进一步增强了其探测 打击及电子战能力 面对现代高强度对抗环境 FA-18XT不仅能够有效应对敌方战机和防空系统 还能在电子战领域占据优势 提高战场生存率和作战效能 相比之下 F-15SE虽然在火力和航程上表现不俗 但在隐身性能 机动性和电子战能力方面 FA-18XT则展现出更为明显的优势 因此 FA-18XT更符合现代战场的多样化需求 成为空军的优选装备 目前 美国海军已拥有约540至570架 FA-18EF战斗机 并计划全面升级至 Log3标准的超级大光蜂 该型号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 包括澳大利亚 加拿大 瑞士 芬兰 及科威特等国家和地区 其卓越性能和可靠性备受赞誉 随着FA-18XT的投产 台湾空军将迎来强大的空中防御力量 FA-18XT的加入 不仅将显著提升台湾空军的空中作战能力 还将推动空军战略部署的深刻变革 这一系列升级将使FA-18XT成为台湾空军的新标杆 成为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的作战利器 综上所述 FA-18XT的出现 为台湾空军提供了一种极具竞争力的战机选择 其在航程 速度 火力等方面的显著优势 使其具备了与第五代战机相抗衡的实力 未来 随着FA-18XT的全面部署 台湾空军的防御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待